就是這一個 剛剛竟然到處都在上網 都在找資料對不對 那您的資料有可能會曝露在裡面 所以說你面對這種數位的行動的工具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危機 有 你的資料可能會 洩漏在外 那我們先看這 流氧器它有一個叫隱私設定 那我們這兩個就不用了 這兩個就不用 這個倒是蠻重要的 老師有些時候我們在公用電腦 對不對 你可能要 我要查 可是又要打資料當他密碼 怎麼辦 你可以試試這個 不管你用哪一家的流氧器 他們都有 IE的叫Inquired流氧 說服務叫做隱私流氧 Google叫無痕式視窗 好 那他呢 你如果在這個模式之下 你看 我們從這邊 這裡有沒有叫無痕式視窗 無痕式視窗 無痕式視窗 有嗎 當你進來之後 你會發現 在你的左上角 你記住在這個 哇 表示你現在在影子模式當中 那你的瀏覽紀錄 還有你打的帳號密碼 就不會被記住 這樣你大概了解那個意思了 那麼如果您用的是火壺 它也是一樣 如果您用的是RE 它叫做 Inquired 對不對 好 都是一樣的概念 那這個 這樣呢 可以至少 您在用 您的帳號的時候 相對比較安全一點點 好 相對比較安全 那 另外一個 這個很重要的 眼鏡 這個有沒有拋棄式的 信箱有沒有用過拋棄式的 需要啊 老師有沒有常常很多網站 我們都要註冊 對不對 而且現在註冊 很多又不是說 只要打進去就好 他還會要求你會 收到沒有之後 裡面有個驗證 對不對 那你如果老師拿自己的 學校的 學校是常用的 那自然你收到 認識的機會是相對比較高 這是一定的 那所以你如果 萬一這個服務 或者是這個網站 你只是臨時性的需要的時候 請試看看 拋棄式信箱 你用這關鍵字就好了 因為 可以找到一堆 所以 我也不用告訴你 哪一個網站才好 我們找看看 來 拋棄式信箱 用完就丟過 那 這裡有很多種 有10分鐘的 我最常用就是10分鐘的 那你也可以指定 有些網站他提供你 指定 這個 存在多久 我們叫那個密信 他走了吧 告知完了 自動毀滅 哈哈 你看我把它點進去 那你點進去之後 就會自動產生 一個信箱 那麼 你只要留在這個頁面 有註冊碗 有新能信 不就是留下面這些 直接就收到了 10分鐘之後 自動無效 這樣你就不會受到一些 不需要的那種網站的困擾 所以這個是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你站網 總是難免要註冊的 然後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再來的話 這個兩階段驗證就很重要的 因為以我自己來講的話 因為像Gmail 是我比較重要的一個東西的 我上面重要資料的話 你看別的 我們這都帳號密碼就可以進去 還有你像現在這個FB Facebook Facebook 也是一樣這個帳號密碼就可以進去 現在MSN詐騙比較少了 因為他已經快不行了 FB的詐騙現在也會有 也開始有了 那所以 慢慢的在 你這些比較重要的帳號 如果你只是單純的 只有帳號密碼就能進去的話 那可能就危險性就比較高 所以 什麼叫兩階段驗證 兩階段驗證 就是 你今天如果這個裝置 不是你所信任的 當你打帳號密碼之後 它還會傳統簡訊到你的手機上 確認 你是這個人 你看我們現在網拍購物也都有 有類似的功能 就是要確認本人 那這個部分 Facebook也有 所以您都可以進去裡面 去把它設定一下 看到我現在在安全性這邊 有沒有發現我兩階段驗證是開啟的 所以今天如果我不對我之前都不可 我用學家的電腦 那麼我就會收到一個簡訊 驗證去確認說 你打進去的才表示說你是這個人 所以即使你只好在那邊也沒關係 這樣你們大概瞭解 那比較重要的是Facebook 所以這沒關係就是Facebook 因為Facebook裡面除了兩階段驗證 老師可能很多 尤其是同學他們很喜歡玩一些應用程式 那些應用程式說真的 要不要存取你的資料 當然要啊 他甚至在你按下我要玩的時候 他有個同意書有沒有 他裡面有的會告訴你說 你這個應用程式呢 我會存取哪些資料 還有可不可以用你的名義發布訊息 所以如果老師有用Facebook 你才發現說奇怪 為什麼常常會收到某些人 就要去玩一些什麼或做一些調查 結果都不是他們發的 但是系統是用程式幫你發的 那這樣就會造成一個困擾 會造成一個困擾 所以您可以到這邊看一下 如果老師有比較常在用的 您可以到這個Facebook裡面 看一下 在哪邊呢 在這邊 在您的這個 應該是帳號設定裡面 法案這裡呢 會啟用這個 登錄通知 跟登錄許可有沒有 這裡 這裡就有那個兩階段驗證 那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應用程式在這裡 你點了之後 如果您是常用的 這裡應該是一頭拉股才對 真的真的很多人在這邊會是一頭拉股 所以您最好的方式 比如說我在這邊的話 假設這個 你看 這裡面 有沒有看到以你的名義 對不對 這裡的話 預證的都是 都OK 所以你如果不改 很抱歉 你的朋友就會收到那些應用程式的邀請 所以 你真的不用的 就請你把它移除掉 這樣我們不能做太多 但是市長 你可以先把自己的先控管好 因為 畢竟這些 比較常用的服務 如果你不這樣做 就會比較危險 最後當然 這個也是老生常談 要定期換密碼 要定期換密碼 因為你要加強你的安全器 所以你如果不定期換密碼 可能就比較危險 至於說這裡面幾篇參考的文章 你就看看 千萬不要用這些 哈哈 太簡單了 還是那個有連續性的 好 容易開的 那這個都不太好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可能今天就只能 先暫時上到這邊